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报道 彭丽媛在湖南长沙与花区洞景街道 调研基层结合并防治工作 引起外界关注 有人传说彭丽媛要接班 甚至有人说已经是中办主任 彭丽媛进政治局的话题又一次被翻炒 但事实上彭丽媛的这次活动 中共党媒根本没有报道 海外所有关注此事的媒体所引出的 都是出自中共的卫健委网站的消息 然而海外中国问题专家高薪研判 彭丽媛将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宁的路线 先担任副国籍 最后任职全国副联主席的职务 高薪披露 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宁 早年几乎成为习近平的情人 日后也得到了习近平的提拔 甚至其职务高于八斤 而彭丽媛很可能下届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 之后再升副国籍 然后自然过渡到全国副联主席 高薪说 他采访到的一个自称知晓习近平 与铁宁交往史的知情人 讲的是一个故事版本 那就是平时好附庸各风雅的习近平到正定县之初 正好遇到了在当地体验生活的 时任中国作协分会主席李满天 此人是后来被彭丽媛出演过的经典歌剧 白毛女的原创小说白毛女人的作者 日后习近平正是通过李满天剧中介绍 专程到当时的河北宝丁文联与铁宁聊了一次文学 铁宁当时正在担任河北省宝丁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编辑 铁宁官制副国籍后 高薪又联络到了当年的这位知情人 知情人不愿多说 但却做了一句总结性的评论 如果不是当年的铁宁的性格和志向还太过文艺 如今的国母可能就不是彭丽媛了 高薪判断完全失在一贯力 铁宁转任全国文联主席之后 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 因为首先是铁宁中国作协主席的前任巴金 是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但铁宁出乎预料地成为副委员长候选人 却仍然兼任全国文联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高薪分析 无论如何铁宁的副国级职务只能担任一届 那么在下届全国人大之前 首先要换届的是全国文联 具体时间是2026年年底 届时如果是正好比铁宁年轻五岁的彭丽媛 接任文联主席一职 而到2028年3月 应该会被安排接班铁宁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高薪指出 习近平逝世学毛泽东 有一种毛泽东情节 培养自己的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泽东情节作祟 学一点中共党史 你就会知道江青是怎么出道的 他当初不过是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个处长 如果届时的彭丽媛成为接班铁宁的 唯一的女性副委员长职务的话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 坚韧下届全国副联主席了 想想 由国母亲任全国副联主席 岂不是备佳的母一天下 有谁敢说不合适呢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5月20日 中华民国新一届总统的就职典礼即将到来 但台海局势依然不太平 白宫发布新闻稿表示 总统拜登于美东时间2日上午和习近平完成视频通话 拜登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关切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 影响欧洲极跨大西洋的安全 这是两人自去年11月 在旧金山会议以来首次通话 去年的面对面谈话超过两小时 自拜登2021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与习近平或通话或面对面谈话已有8次 白宫表示 拜登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及南海法治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此外 拜登关切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 并对习近平重申 美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持久承诺 白宫指出 拜习通话回顾旧金山峰会取得的共识和进展 包含禁毒合作 持续进行的军事沟通 讨论解决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 以及持续努力投入气候变迁议题 与两国人民的往来 白宫表示 拜登关切中方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与非市场经济作为 伤害美国劳工与家庭 拜登强调 美国会持续采取必要手段 防止美国先进的科技被用于破坏美国自身国安 但不会过分限制贸易与投资 白宫表示 拜习欢迎双方对维持沟通管道畅通 与负责任管理双边关系所做的持续努力 预告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将很快访问中国 另据亲中媒体香港零腰报道 习近平在与拜登的通话中火药味很浓 习强调说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 我们不会听之任之 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 落实到行动上 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层数不穷 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字越拉越长 这不是去封线 而是制造封线 如果美方愿意开展互利合作 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 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访问大陆到广东后 2日参访比亚迪公司 关注大陆电动车发展 教导台湾学生了解大陆的新发展成就 据报道 马英九不断发问 陪同的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说 比亚迪技术别人永远追不上 台湾的民进党立委陈冠婷 隔海声讨 中共透过网络长城遏止人民接触世界 不允许人们针对政策权益发表意见 也让腾讯 百度等企业不用与国际对手竞争 闭锁青年人的思维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续岑却表示 两岸有历史渊源与特殊关系 抗中保台并不符合台湾利益 马前总统带年轻人去拼和平 民进党不要再扯后退 旅美中国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却表示 我觉得没什么看头 台湾的无人机绝对不比中共差 大可不必去看 看历史古迹 卢沟桥 黄花港72列市 看陕西皇帝 轩原林木 无可厚非 比亚迪有什么意思 除非是去承认他们有所谓大成就 台湾的国际法学会原副秘书长林廷辉 建言马英九不要只看大城市 应该去大陆乡下地方 那里连很多铺板油水泥路都没经费 大陆贫富差距就这么悬殊 宋永毅提到 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时 曾与他见过面 原定半小时谈了一个半小时 马英九也曾在中央日报写作班批判文革 但宋永毅认为马本质上不是一个政客 思维方法比较简单 对共产党的奸诈和残酷没有切身体会 他这样的人哪能对付共产党 为何国民党老是失败 套句江泽民的话就是太天真太简单 宋永毅回忆他当时对马英九说 宋楚瑜连战到中国大陆去讲那些话 反应非常坏 我说我劝你不要和大陆有接触 他当时认同我意见 他说我没有任何到中国大陆的计划 但现在我明显觉得马英九思维方式不像那时敏锐 现在的他有点糊涂 另外外界关注习近平会否释放被拘押的金门现役军人 宋永毅说马的面子有没有这么大 不知道上海搞出版的复查还在大陆关着吧 如果马英九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 跟习近平说 你是不是能把我们台湾被抓的人释放 这就是做好事做实事 去了就值得 不要去谈空洞的一国两制 成为习的统战工具 全球技术竞争系列 中俄朝一邪恶轴心形成 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4月1日 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将在测试和评估新兴人工智能模型风险等方面进行合作 在世界各国推动对网络攻击和生物武器等新兴技术的风险进行评估之际 这项协议开创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先河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这项协议由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多尼兰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签署 旨在促进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知识、信息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 该协议将促使新成立的英国AI安全研究所与美国同类机构全面合作 共同研究如何独立评估由OpenAI和谷歌等公司建立的私人人工智能模型 同时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情报和安全事务上的密切合作 也将以该协议为蓝本 雷蒙多则指出这项协议将推动美英两国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全方位评估 无论是对两国国家安全还是对更广泛的人类社会都至关重要 华尔街大鳄彼得·西夫最新警告 有重大事情正在发生 但朝鲜有投资者对此做好准备 他强调 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和央行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西夫解释说 美联储降息将使通胀问题恶化 欧洲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CEO兼首席全球策略师彼得·西夫 过去几天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布了一系列帖子 对美国市场和经济的健康状况发出多次警告 西夫在3月31日写道 金价上涨30美元以上是非常罕见的 更罕见的是金价在没有消息的情况下呈现这样的走势 现货黄金价格周一收盘大涨17.75美元 涨幅0.8% 收报2250.49美元每盎司 金价周一盘中飙升2265.69美元每盎司 创下历史高电 西夫警告说 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很少有投资者做好了准备 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和央行也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西夫表示 看到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而美联储继续声称 通胀仍在华向2%的轨道上 且降息即将到来 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华尔街或金融媒体什么时候才能最终识破这些胡扯 周一 西夫在X上解释金价上涨的原因 他写道 金价上涨并不仅仅是因为美联储准备降息 金价之所以上升是因为降息是个错误 如果通货膨胀率随利率下降 那么实际利率将保持不变 但由于通胀在上升 实际利率在下降 这就是金价上涨的原因 在随后的帖子中 他写道 美联储的游戏结束了 债券收益率和黄金价格都在上涨 尽管预期美联储将降息 但长期利率仍在上升 这是因为降息将使通胀问题恶化 这对黄金有利 但对债券不利 西夫曾多次对美国经济发出警告 去年12月 他说 2024年最大的意外将不仅是经济陷入衰退 而且是高通胀卷土重来 西夫还警告称 美元正属于历史性崩溃的边缘 这将改变美联储和美国经济的游戏规则 因为它将导致通胀利率和失业率飙升 忘掉软着陆吧 这就是玉石巨焚 美商业内幕网站3月30日报道 美国著名经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在一份新报告中写道 俄罗斯和伊朗成功规避西方对其石油出口的制裁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的贡献 在俄罗斯和伊朗两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联盟 不断升级的制裁之际 北京方面为其受限的石油创造了一个替代市场 大西洋理事会表示 该市场以人民币交易 为他们装载原油的岸船队邮轮打开大门 这些邮轮通过秘密操作逃避国际海事规则 大西洋理事会分析师金伯利 多诺万和马亚尼古拉泽 周四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来自中共的石油收入支撑着伊朗和俄罗斯的经济 正在削弱西方的制裁 与此同时 在这个市场上使用中国货币和支付系统 限制了西方司法管辖区获取金融交易数据 削弱其的制裁执行力度 为避免被发现 伊朗邮轮经常在没有转发期的情况下 偷偷航行 一旦抵达中国 就把自己伪装成马来西亚或中东的石油 这些买家也被称为茶壶 指的是中国的小型独立炼油厂 该制库称 他们秘密接受了伊朗90%的石油出口 而中国国有炼油企业由于担心制裁 而避开了伊朗 该报告称 据信 茶壶通过昆仑银行等规模较小的 受美国制裁金融机构 向伊朗支付人民币 这一策略使中共避免将其大型国际银行 暴露在美国金融制裁的风险之下 该报告补充说 伊朗要么大肆购买中国商品 要么在收到人民币后将现金存入中国银行 大西洋理事会还表示 俄罗斯正在借鉴伊朗的做法 克里姆林宫的影子舰队 驶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从他们那里进口技术 在七国集团设定石油出口价格上线后 俄罗斯的人民币交易量也飙升 然而 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 对西方也是有很大顾忌的 证据是 在美国于2023年12月实施新的二级制裁后 四分之三的中国银行停止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付款 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师们补充说 虽然二级制裁没有直接针对中共的石油付款 但这表明 假如西方威胁制裁进口俄罗斯石油 超过价格上限的大型中国公司 北京可能会遵守 据报道 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米汽车首发车款苏七 受到投资人的大力追捧 在4月2日星期二 香港股市开盘后 市值一度大涨近16% 最后已涨幅近9%作收 超过美国的通用汽车和福特 不过 有金融机构预测 小米制定的具有竞争力的车价 可能导致今年每出售一辆车 便亏损近1万美元 3月28日 小米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雷军 在北京举行了小米汽车盛事发布会 公布了业界和买家撬手的小米苏七的定价 标准版21.59万人民币 Pro版24.59万 Max版29.99万 雷军星期二在微博上宣布 将于周三在北京一庄的小米汽车工厂 举办小米苏七的首批交付仪式 同时全国28成交付中心也将在周三同步开启交付 小米苏七的外观被业界认为神思起售价60万以上的名车保时捷 花上20多万就能买一台酷似保时捷的小米苏七 让有的网友戏称小米苏七为保时米 也有的说小米知识节当春乃发售 在小米汽车上市发布会后的24小时内 低于外界预计一个档次的定价 让买家趋之若物 订单量达到88,898台 香港股市在3月29日耶稣受难节和4月1日复活节星期一休市后 于4月2日复市 小米集团的股价一度跳升高达16% 达到每股港币17.34元 盘中股价创两年多新高 市值约等于551美元 超过通用汽车的521美元和福特的530亿美元 收盘时小米集团股价以每股16.28港元作收 涨幅8.97% 市值增长超过300亿港元 达到4061.78亿港元 小米汽车首发受到消费者大力追捧和投资者的青睐 让一些金融机构调高了小米未来股价的评估 高盛公司周一发布的报告称 因小米汽车销售强劲 前景看好 将其股价从目前的18.9港元上调至20元 并维持满入评级 高盛还将小米集团2024至2026年度的营收预测 从2%上调至6% 小米苏七已颇具竞争力的价格横空舒适 比同类车型特斯拉还便宜 让本已经竞争激烈的中国电动车行业迎来了新的挑战 一些厂商开始出招吸引消费者 新一轮降价增配或优惠包括吉利汽车的 极客007新增后驱增强版车型 售价20.99万元 较小米苏七便宜6000元 同时新车免费提供价格2万元的 100千瓦时3元锂电池包 华为鸿蒙智行旗下智介苏七提供3-5万元的选配优惠 及5000元的保险补贴 长安华为与宁德时代零首合作的品牌阿维塔12 起售价26.58万 比之前优惠了3.5万 不过特斯拉尚未推出应对小米汽车入市的价格措施 尽管由于激烈的电动汽车价格和需求放换 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对小米汽车来说面临着挑战 但分析师表示 小米比大多数电动汽车初创公司拥有更雄厚的财力 其智能手机专业知识 使其在智能仪表板方面具有优势 路透社的报道说 小米曾表示预计苏七将出现亏损 但是一些分析师预测亏损将是巨大的 花旗研究分析师 周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我们维持谨慎的观点 即定价在20万元至30万元车型的每个厂商 最终都是数价 根据今年6万辆的预计销量 花旗估计 小米汽车苏七可能会净亏损41亿人民币 平均每辆车亏损6万8千元人民币 从2016年起 美国和加拿大派驻古巴的一些外交官报告称 出现偏头痛 头晕 恶心和视力模糊等症状 近期据多家媒体周一发表的国际调查报告称 这种神秘的哈瓦那综合症与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关 神秘症状 偏头痛 头晕和视力模糊 自2016年以来 美国外交官们开始受到影响 最新调查结果由德国的明镜周刊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 发现神秘的哈瓦那综合症听起来像是间谍小说中的情节 但现实显然超越了虚构 这长达一年的调查称是俄罗斯人士幕后黑手 就是根据大量哈瓦那综合症报告让情况更加清楚 就是由格鲁乌暗杀小组29155部队进行与美国官员及其家人的神秘袭击有关 根据内幕调查机制报告 哈瓦那综合症是一种声波武器 调查积累了追溯受害者十多年来的证词 有照片显示在袭击中与俄罗斯特工人员嫌疑人的行程有关 不过 所有这些都被俄罗斯断然否认 俄罗斯克里姆联共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多年来 媒体一直在调查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问题 俄罗斯人最常受到指责 但从来没有人发表或表达过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 因此这一切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而已 根据内幕调查 显示哈瓦那综合症的首例病例于2014年发生在德国 此后美国外交官又在奥地利 中国报告了此类病例 不过 在2023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 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结论 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外国对手拥有这种声波武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重申了这一声明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